小龙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兔子有什么了不起啊 等我钓个小龙 给他起名叫唐小龙 你可别吓着 就有你这大主体子 我说大人怎么不在房里呢 原来是和师爷在一起啊 大人这几日为了山匪的事情 劳心劳力 我本想着来厨房 给大人炖个汤补一补 没想到大人还有这般好厨艺呢 我挺好的 有劳你费心了 师爷 我来县衙这么久 还没有好好地跟你自我介绍呢 我叫江沐春 李部侍郎的独女 我知道的 县衙里的粗茶淡饭比不上京城 你还习惯吗 小城自是别有一番滋味 也怪不得大人 都不记得要往京城去信了呢 我何时给你写过信啊 你走以后 我经常去陪伯母聊天解闷 他不知你去向 可是挂心得很呢 我先去拿碗碗 有点 小姐 哎 韩士爷 看见灵依了吗 她走了呀 跑哪儿去了 算了 跟我去乌证寺看看 不是 咱不吃晚饭了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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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 江小姐 你怎么来了 师爷 我真是羡慕你 生活得无拘无束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能拥有一家这么大的书生 可那要怎么样呢 你可是侍郎之女 天生的贵女 不费任何力气 就可以得到我努力半天 才得到的东西 高门显贵 自有书奉 我从小 学的是琴棋书画 念的是女得女贵 就连婚姻大事 都要任人安排 我是真心实意羡慕师爷的 真的吗 师爷活泼 机灵又漂亮 说实话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 就已经忍不住要喜欢你了 其实今日我来寻师爷 是想和你一起吃酒的 真的吗 你也好这口啊 白日里吃酒啊 别有一番风味 师爷好酒量 江小姐也是豪迈之人 现在想想 当初击鼓民怨也不是盖的 不过咱俩也是同病相怜之人 怎么说 我们的婚事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啊 不过我胆子大逃跑了 你啊 如果你爹爹逼你的话 你一定要大胆地反抗他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妙妙生果真是妙妙生 其实我看过几本画本 可是表面美好 实则虚妄 就拿这一本 唐飞龙勇闯黑虎堂来说吧 最后唐飞龙冲破了婚约 跟女主角在一起了对吗 诚然是浪漫无边 可如果是放到现实中来说的话 不知那位被毁掉婚约的女子 应该要怎么办呢 嫁人就别说了 怕是连出个门 都要被人指指点点吧 难得这画本 只需要关注女主角的人生 旁的女子的人生 便不叫人生了吗 画本子本来就是传奇 自然是要以主角为主的 我只是觉得 有的感情 不可为而为之 只会叫人为难的 两情相悦 何来为难之说 原来你今日请我喝酒 不是要跟我做朋友的 我自然是想 可若是爱着同一个人 又应该怎么做朋友呢 其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 我想一见到你 就给你跪下来 我求你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要 我可以回京城 去接受世人的指指点点 我怎么样都可以 我 你 感谢观看